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养花中实用的一个小妙道 就是我们的木炭 木炭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 烧烤必备 在农村里我们每家每户都有 而大家可能不知道木炭是我们养花的好宝贝 那木炭放在花盆里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点就是可以提供养分 我们的木炭里面含有丰富的零钙夹等元素 我们可以放一些木炭到花盆的底部 这样子根系生长的时候就可以给植物提供充足的养分了 第二点就是切插用的机子 我们可以将比较小的木炭跟土壤混合在一起 因为木炭的透气性比较强 用搅拌好的土壤来养花的话 还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让植物健康茁壮的生长 第三点就是促进生根了 木炭可以我们加快我们植物伤口的运合 并且木炭的颜色是黑色的 具有吸热的功效 并且可以有效的达到保温的功效了 从而使枝条很好地进行新尘代谢 这样子很快就能找出根式了 以上就是关于木炭在养花中的小妙照 喜欢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关注按钮 明镜需要您的 Wol your countr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DON